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惠玉兰出身叶赫那拉市名门,德蒙圣恩入宫选为秀女 大妈为其求签却被算命先生占卜出,辞女命中犯客 将来对夫、对家、对国都是一大患 玉兰在庙中寻猫时偶遇六王爷义 二人结下不解之缘,之后与奶妈被山贼抢劫义德蒙六王爷相救 抑郁前去提亲却不料玉兰已是自己兄长的女人 不得不长叹作别,入宫当天玉兰有小安子安德海陪同 却不小心跌落教出丑,巧遇咸丰皇帝被其风采所迷 咸丰也对玉兰另眼相看,也正在此时玉兰结下仇嘉丽贵人云贵人 皇后心地善良,却无子嗣因而贵人们使尽浑身解数争宠 只为征得圣宠产下阿哥,然而玉兰不够圆滑 处处受人排挤,玉兰受其他得宠贵人所欺 刚开始又因为姓氏而不能讨贤封皇帝宠爱 因而心灰意冷,幸得他心仪的男人宫亲王一起点醒 明白了宫中生活如战场般激烈 遂决定用尽办法诱惑皇帝争取权利 残酷的宫廷斗争使玉兰逐渐变得不择手段 好了,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您的词